开包的是来自Sweet Fragrance 也就是香甜芬芳的甜兮兮衬衫 这个衬衫呢我是买了粉色 包裹已经在这里啦 这个粉色衬衫出货的时候呢 店主也说有可能会有一些色差 但是我觉得店主审美一直很不错 所以我觉得即使有色差应该也是蛮好看的 所以期待一下食物是怎么样的 打开啦 OK 这就是包装盒 然后打开 很好看耶 很好看 是一个很温柔的单纯色 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色差 然后这边是一个Sweet Fragrance的商标 然后还给了一个备用扣 重点是我已经迫不及待的看到 里面还有米包巧克力 白巧克力 果然是香甜的芬芳 然后脖子扔掉 OK那么衬衫就在这里啦 让我把它打开 好那么这就是我们万众瞩目的甜蜜蜜衫衫粉色 店主还有说明这个领口的这是什么花边染色有微妙的色差 稍微能看出来一点点因为这个花边好像有一点就更嫩一点点 然后但是我觉得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吧 颜色是这样的 然后背后是一个圆领 背后有素肌 然后我最喜欢的是这个袖子上面的这个蝴蝶结 形状感觉很别致 整个蕾丝啊用料什么都很不错 然后料子有一点像之前那个就是白色的那个肌绣衬衫衫 就都是有银丝在里面 稍微有一点透所以要单穿的话估计需要再打底在里面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要试穿一下然后搭配一下小裙子 好的于是试穿结束回来以后呢 我的感想是整个衬衫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很多细节搭配起来也非常棒 包括这个领子以及领子后面这个半圆形的形状 感觉都能够很好的为装扮增加一些细节 然后不好的地方呢 第一是我应该是买了M码 然后我的胸稍微有一点点紧 然而我应该是就不管是S码还是M码里面胸最小的人了 而我都觉得紧 所以可能但因为有暗扣嘛 所以应该还好 不过我觉得对于大胸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友好 其次呢就是袖口我在评价里面就看到有人说 袖口会有一点紧 然后我自己试穿了以后 好像确实有一点紧 我已经应该算是手腕非常细的了 不过试穿了一阵子以后 感觉还是微微有一点勒的感觉 嗯这个地方算是一个缺点吧 然后整个衣服的颜色我觉得 其实认真的和我其他的粉色衬衫比较起来的话 这件还是偏甜的 不管是细节形质还是颜色都更适合搭甜款的 所以最后我选择搭了AP去年的甜甜圈 是去年还是前年 都有前年了吧 反正就是之前的那一款甜甜圈 然后和它搭起来的话 这个粉色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所以我想可能甜兮兮 嗯衬衫如其名还是更适合搭配甜兮的东西多一些 好的那么这就是香甜芬芳甜兮兮衫的开箱和